好 下面一个 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第二点 互联函数 刚才不是说吗 这个实际上这个互联网络呢 就是这个接点跟接点之间呢 有一个映射的连接关系 对吧 有一个互联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呢 表示成函数来这个处理 对吧 那当然了 就假设能够写成一个函数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数学表达式的方法 来看看这个输入的接点的编号 和你输出接点的编号之间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能够表示成一个表达式 比如说你这个0123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x就是路端 然后它的初端 那么假设我们反映成fx 对吧 fx fx 然后呢 这个根基你给我一个路端 比如说1号连接到哪里 对吧 当然这个也应该是0123了 对吧 编号 那么就是说呢 0连到哪里 告诉我比如说0连到2 它的意思呢 就是x等于0 带进去 f0就等于2 那如果你这样接着连呢 那就是f1呢 是等于3 对吧 所以相当于通过一个函数呢 把它描述出来 那么互联函数 我们把它称为互联函数了 那么它就描述了网络的输入数组 到输出数组之间的对应的排列关系 或者叫自换关系 所以它也叫做自换函数 也叫排列函数 好 那么还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一种这个互联函数的表示方法 它叫什么呢 它叫做循环表示 循环表示怎么表示呢 大家看这个PPT上面 比如说就这样 一个圆扩孤 那中间呢是x0 要空开 空开 x1空开 x2一直到xj 减1 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数字 它表示的什么意思呢 它就表示 x0的函数值是xe 那么就是说 x0的函数值呢 就是它后面那个 那么xe如果把它作为这个函数值 求它的函数值呢 它就是x2 一直这样下去 正好前面是变量 后面就是它的函数值 那么它的函数值 也是下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呢 表示出来 好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 这个 等会儿 那么刚才这个函数里头呢 这里头有一个j j称为该循环的长度 因为从0到j减1嘛 这一共有j个数据 对吧 所以它的循环长度呢 是j 然后到了以后 刚才我说一个 最后一个的 这个把它作为质变量的话 它的函数值 就是它最前面这个又回来了 所以是个循环 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呢 几种这个基本的互联函数 以及主要特征 就是几个基本的 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交换函数 交换函数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个 下面这个表达式吧 一看就明白了 这个xn减1 n减2 一直到x1 x0 这是一个二进制 这个就是这个编码了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接点的编码 二进制编码 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的函数值 就交换函数 我们用e来表示的话 那么对于你任何一个 给我一个的界点 编号 那么这个编码里头 它的函数值等于多少呢 其他都没变 考过来 只有一个地方变了 xk 这里是xk 这里是xk非 知道吧 就是把这个二进制编码里头的 里头的dk位 把它变反 就是它的函数值了 是吧 用的是三位 x2 x1 跟x0 对吧 好 我把它写出来 这个用c0表示呢 把d0位变反 所以它的函数值呢 就等于x2 x1 x0 非 那么ce呢 就表示把第一位变反 这里编号了 0 1 2 那么编号是1的这位 中间这位变反 所以把这位变反了 那么ce2呢 是把这个里头的 编号为2的那一位 那么就是最高位了 把它变反 是吧 所以这个 应该还是比较直观了 刚才那个是对于任意多的情况 就是 不是任意多 搞错了 讲错了 刚才呢 是对于这个多位的情况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函数呢 主要是用来构造这个立方体互联网络 和各种超立方体互联网络 这个我们等会会举例子 那么这种网络 这个有多少种函数呢 你n个接点 就是这个 这个路端啊 有n个接点 在这里呢 出端也是n个接点 所以这个n呢 是指这个 这个接点的个数 那么你把它取成log2n 那就多需要多少位呢 就是小n位 就这么多 比如说n等于8 取log2的话呢 就应该等于3 对吧 也就是说 你有8个端的话呢 我就要用3位 那我问你 如果这是9个端 这个 比如说n等于9 那n等于几呢 就大n等于9 小n等于多少呢 显然 3位不够 对吧 那就只能采用4位了 那没办法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是很显然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刚才的 这几个函数 画个图形出来 就是C0 C1 C2 画个图形 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 看最左边这个 看最左边这个 对吧 它就是刚才那个C0 C0的交换函数呢 是0跟1 0到1 那1呢就到0 2到3 3又到2 交叉这样的 正好两个两个 互相交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 按照C0来做这个路由 我们刚才没说 就是说 我们这个函数呢 可以很好地用来 实现一个立方体 就是三维的 二进制立方体 注意啊 这个二进制的立方体 就是说它指 每条的 每一个方向上的 变化的话 就两个点 圆点和这个 外面那个点呢 就是某一个变反 某一个变反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刚才讲的 是这样一个立方体 那么都给它编上号 这里是000 这里是100 这个往上的话呢 是010 往对的话是001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轴变反了 这个往上的话呢 是这个中间 这根轴变反了 往这边深度的话呢 是最高位变反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是说呢 就是看看C0位 最低位 对吧 不同这个相邻的 零件节点 怎么是交换数据的 就最低位不同的话 它就是 它们之间互相交换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里 000跟001 它们之间是最低位 是复反的 这个是中间那位呢 不对 这个是最高位变反的 是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最低位 对吧 这个0010到011 也是最低位 对吧 然后呢 100到101 最低位 110跟111 都是最低位 所以C0的话呢 它这个路由呢 是指把最低位变反 看看有哪几种连接 对吧 你看一下上面这个 这个跟这个连接 你看这个是0 这个是1 对吧 它跟它 那么是010到011 那么这个最低位呢 变反了 这个也是最低位变反 这个也是最低位变反 所以就横的这个 四条线的连接 就表示它们之间呢 进行交换 我送给你 你送给我 这都是互相交换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连接 接下来看C 就是把中间那位变反 那么它是中间这个图 那我们来看看呢 中间那位变反的 有哪些 就是C1这位变反 对吧 你可以看出来 从这里看 对吧 它中间那位呢 把它变反的 那就是这条线是 数的线都是把中间位变反 所以这里 000跟010 001跟011 对吧 还有呢 100跟110 还有一个是101 跟111 所以这个都是什么呢 数的这四根线 这个接点之间的连接 四个方向的连接 对吧 四个纵向的这个连接 那么画出来就是这个 000跟010 001跟011 100跟110 对吧 101跟111 它们互相这样变反 画出来的图呢 就是中间这个图 好 再看一下C2 把它变反 就是最高位变反 对吧 最高位变反呢 大家看一下 主要在什么地方 指在纵向的方向 对吧 纵向方向 你看一看 比如说那一根 是001到100 001到101 是吧 010到110 然后呢 011到111 好 它们之间呢 接点的互相的连接 那你可以看出来 C0是最低位变反 C1呢 是中间位变反 C2这边看的这个呢 是最高位变反 对吧 这三个分别做了三个方 这个立方体里头的 三个方向的连接 一个是横向 往这边 一个呢 是向上 上下连接 一个是深度往里的连接 所以你只要有 这三个函数 那么你从任何一个 阶点要走到 另外一个立方体 就这个立方体中 从任何一个 阶点出发 到另外一个 任何的阶点 要走过去的话 总能给你实现 就从可以从这个 这些线连接上 就走过去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基本的函数 叫做立方体 立方体呢 这个交换函数 这个刚才已经看过了 好 第二个呢 叫做晶莹的洗牌函数 晶莹的洗牌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是怎么说的呢 首先他讲的它是洗牌 那你们想一下 这个扑克这个 打扑克的高手的话 他洗牌最理想的 能洗到什么程度呢 假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八张呢是扑克牌 然后我们把它洗到这边来 最后就结果放到这边来 那我们怎么洗呢 大家知道高手呢 一下子给他分成两落 对吧 两落 那么就是上面一落 弄得好的话呢 就是排数张数一模一样 然后各四张 然后就一起 那实际上它是怎么洗的呢 是要让他们这两螺交叉的 插开 这个插开的放在一起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这个是最低这个 它最下面这个 它是放到这里来 我们用这个是镜头 对吧 然后呢 注意了 你这边放在下面这一根了 就应该是上面这一螺的 最下面那一根 你放一张 他也放一张 你再放一张 再放一张 再放一张 对吧 所以就是把这个呢 应该是送到这个位置上来 然后呢 对啊 接下来又是你这边 放下了一张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让他送到这里来 一张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又是上面呢 落下了一张 他到这里来 放一张 这个表示他走过来的这个连接 对吧 好 你放了以后 接下来应该是这个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上来呢 再放到这里一张 好 你这边再落过来一张 那么一样的 他落完了以后 应该该这一张了 这一张呢 应该到这楼里头 应该放到这里 然后你这张还是照样在顶上 对吧 所以就是按照排起 排子呢 这样这个很均匀的 把它插到中 两落把它插到一起 就是这样一个函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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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